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無聊生活紀錄人這個頻道 今次開箱開一個10X耳機 今次買了一個A2480 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近日這隻耳機很受歡迎 所以我就想去試一下 這隻耳機近日出的數量不多 所以都等了一段時間才可以買得到 我去說一下這個耳機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本身是用Bose的耳機 所以我一會拿Bose的第一代去做一個比較 先去聲明一下 我沒有打算拼得任何一個品牌 而且都是真金白暗買回來的 純粹是買了一件玩具回來 想跟大家去做一個分享 不知道會不會幫到你買一個AZ80的朋友 首先我們去說AZ80有什麼特別呢? 首先AZ80有一個QI支持 也是Type-C的充電 同時它都可以快充15分鐘 大概用到70分鐘 就是我上網看資料的時候 還有它支持三個設備 同時連著耳機 可以隨時切換 我自己試了同時連著iPhone去做 其實它真的很靈感感 即是靈秒地做到切換 播放A手機或者B手機 它會自動幫你停止原本A手機播放那首歌 我覺得這個功能不錯 會令到你舒服 不需要不停調整 現在播放了手提電話的APP功能 是教你如何配置 以及戴上耳朵時 如何令到自己最舒服的感覺 戴上耳朵時 不會特別重 而且很適合自己的耳朵 因為我之前有試過其他品牌 它那種叫入耳式 最怕是插入耳孔 令到自己很痛很不舒服 如果大家想買這隻耳機 最好看看可不可以試到才去買 我真正聽音樂時 都最著重音質 因為聽得舒服 令到自己整件事都很享受 接下來我會跟Bose 一起去做比較 看看會否幫到大家去買Bose 還是買AZ80 我本身就是用Bose的第一代 我剛才去推出這條影片之前 看了Bose有沒有新耳機 現在也有推出一個Ultra系列 大家都可以去試一試 其實我覺得分別不太大 第一代和最新的Ultra系列 所以我自己拿了第一代和AZ80 去做一個比較 所有東西都是很個人的感受 希望可以讓你們去參考一下 當中有些規格 我已經沒有去做一個比較 因為所有詳細的資料 大家都可以在網上找到資料 首先說一下Bose的第一代 YESUL的照片給大家看 我去總結一下Bose的第一代 是有什麼特別 又或者它的功能是怎樣 它可以有快叉 20分鐘就說 充滿八成 它可以連續播六個小時 它的充電盒相對性比較大 但是它有一個叫做QI充電 即是直接放上去 別人的無線充電板上 它已經可以充電 但是它的耳機相對性比較大 它會帶上耳朵 它有一個小預期 這樣就可以卡住你的耳窩 還有做運動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容易掉出來 加上我自己可能是屬於幼兒的關係 有時帶一些耳機 就很容易大大一下 就好像滑了出來 所以我自己覺得Bose的那隻魚期 是不錯的 又帶得挺舒服 又不會不斷硬著耳朵 我現在用了它的第一代 其實也有年半左右 它那個電池使用時間 它也差不多還保持到有六個小時 因為始終用得久 電池也會開始有點老化 整體上Bose的音色 都是比較實一點 就是Bose的音色 會比較重 相對在AZ80 接下來就會講一講AZ80 我用了大概一個星期左右的感受 它本身很多人都說 通話模式很好 就是收不到旁邊的那些車聲 甚至可能風聲 都盡量降到它沒有 但實際上 我真的站在紅綠燈 又或者街道上面 很多車的時候 其實還會錄到 在那段錄音裡 又或者別人聽的時候 都聽到很吵 接下來我就會播 JUST MY VOICE的測試 讓大家參考一下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不知道大家聽完段錄音 有什麼感想感 在街上做這些測試的時候 我聽出來是有點失望的 沒有想過會收集音 收得這麼厲害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方法不對 或者什麼 如果大家知道為什麼 可以在下面評論區告訴我 但如果在室內 其實它的收音相對性是好一點的 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最後我會在後面 剩下一個總結給大家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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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